我老公要去人民大学做一个演讲 在家狂背中国古诗词 那古诗词让他背的呀 我求你一定看到最后 玩家阿姨都要去辞职了 他呢是被邀请去一个 关于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 本来呢人家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这么个仪式 但是他领导给他打了个电话说 很可能啊会问到你 那你就发个言 讲两句 你呢注视一下准备一下 其实人领导也知道他汉语不好 压根就不需要他说多复杂的话 但是他自己呢想表现 就是要表现他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好奇 乐于探索的 我这边工作呢 他要我公司找我 就非得让我帮他准备 我说那中国古典文学 你得从四大名著说起吧 那四大名著都有啥呀 他说 我才明白是西游记 我说还有啥 他说 到这四大名著在我心里 我已经彻底放弃了 我说要不然就这样 你整个讲话你用英文说 你话说完了你家长去中文 这样就能表达你的诚意了 他说 那你就教我两句 在这个场合非常合适的中国古典词 我背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还有一天准备时间要讲话了 所以他心里非常紧张 他越紧张 他越听不醒我说的啥 他在不知道啥意思 哎呀妈给我们气的呀 莫愁前路无知己 无知迁路无知己 路漫漫其修远 六漫漫其 手漫其 无将上下而求索 我在上下找车座 他还在精心准备要去参加活动的衣服 一边裁衣服一边还背词呢 我心里想怎么能让他放弃呢 就别背了 最后我啥也不教他 我说你就到那儿就别说话 他还挺难受 我找人家阿姨去 人家阿姨说 你要是学的古诗词那我也不懂 但如果你就想表现你了解中国文化 那你就跟你同事跟你领导 没事闹了属性啥的 这不是很中国文化吗 一般老外也不懂 大方学生一听 对呀 就非让我家阿姨现场教他怎么开启这个聊属性的话题 他好赶紧学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要上台演讲去 他就剩几个小时学了 越是剩几个小时他越紧张 他越紧张他越学不会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 教了十分钟 我家阿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说 我让你老婆看看你学的怎么样 嗯 OK 你领导属什么 嗯 可能他一个 你可以跟他说 我属老鼠 你属虎 我是老鼠 他是虎 老虎 老虎 你属虎 我是老鼠 你是虎 你是虎 老虎 我是老鼠 你是虎 No 老虎 老虎 你们老板有没有问你 属像 你说老鼠 谁属狗 我是老鼠 谁属狗 我属老鼠 你属虎 谁属狗 我是老鼠 你是虎 谁属狗 我属老鼠 你是虎 谁属狗 我是老鼠 你是虎 谁属狗 这是谁叫他回言 我可叫不了他 我可叫不了他